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Hello 大家好 前段時間 應該說到差不多十個月之前 在2020年的七月份 易中天 你知道如果你喜歡看歷史 你會看他說百家講壇 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 他就說乾隆在位這麼長時間 什麼都沒有做過 他就是一個王八蛋 講完這番言論之後 被一個所謂愛申閣羅的後人 告上法院說他的祖宗 笑死我 其實你再看看 這個所謂的後人 本身他不是很疏堂的親戚 絕對不是乾隆直系的子孫 然後因為這些事情 去告別人 我覺得真的相當荒謬 而今集的內容 其實我也是想說乾隆 我不知道這位人興 翌日當我紅了的時候 會不會走來告我 我告訴你 其實我也不太害怕 因為我們講歷史 你這麼聰明就去告教科書 對嗎 就是人家說說也不行 乾隆的確是個仆街 今集就講一下這個人 究竟有多垃圾 以前如果你小時候 看過鐵齒銅牙幾曉蘭 或者其他環珠格格 你就可能覺得乾隆很有趣 這個人很有趣 的確在你的童年 你都認為乾隆是個好皇帝 而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乾隆很喜歡微服私房 走去下江南 其實落江南究竟用了多少錢呢 自1751年 乾隆先後六次去南巡江南 給他的阿爺康熙的行程 要更加盛大 而且這個準備 亦更加細緻 每次都是啟程前的一年 就已經派定一些親王 去負責做前哨站 去視察一下這些路線究竟怎樣 之後就一頓的大興土木 沿途角色的道路和橋樑 全部要重新製造一次 單單供應乾隆起居的行工 前前後後做了三十多座 甚至為了修路、建建宮殿 糧田土地也佔了一大片 令到周圍的居民都流離失所 所以歷史上有一句話 康熙替他打江山 他父親雍正替他賺錢 然後乾隆走來敗家 這傢伙在位六十三年 簡直為禍人間六十多年 即是在歷史上 完全看不到這傢伙有什麼建樹 我們看看乾隆是清朝的第六個皇帝 亦即是入了北京之後的第四個皇帝 即是順治、康熙、雍正到他 乾隆是他的年號 他的名字叫做弘曆 首先他經歷了四代帝王 他是爺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的皇帝 在康熙的年間他已經出生了 到他父親雍正做了十幾年 然後到他了 而他亦都不是在任內去世的 他是做了太常皇 所以他亦都經歷了家慶 而根據野史也好 或者一些流傳的說法 就是乾隆為何會成為皇帝的候選人 或者是直接的繼承人 傳聞就是說 有一次康熙在元明院看到他的孫 即是乾隆 當時他十二歲 就覺得他很聰明 很聰明 小時候就認識大家 真的很開心 然後康熙就親自教他 即是說他爺爺已經很喜歡乾隆 據文說 翁正繼位之後 馬上寫了一個物字 說要將皇位傳給予宏歷 寫完之後就將那塊東西塞在乾清宮的正大光明牌匾後面 即是你平時看的電視劇的橋段 就是根據這件事去改編的 你想一下民間 大家都知道正大光明牌匾後面 一定會藏著這個物字 所謂的康熙乾三世 被譽為清朝的盛世 而這個盛世跟乾隆有什麼關係 其實是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是他爺爺和他父親 幫他打好的江山 他才可以有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可以安享太平 而其實去到翁正的後期 整個清朝的國力已經是相當強 基本上已經將清朝的國力 推向頂峰 而乾隆上位之後 其實他也不用做什麼大件事 他就可以找錯釣魚船 而為人所救病的就是 其實在乾隆年間出現了一個大貪官 就是和薩 而和薩 你要看回 為什麼和薩可以這麼大膽 去做這些公然貪污的事 其實乾隆本身也是一個很貪心的人 而他這麼重恨和薩 而且對和薩做的事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也是為整個清朝賣下了和薩 你看回我們有時候看鐵齒和阿紀曉南 其實真的 大哥 你在美化乾隆和和薩所做的事 你合理化他們做的這些事 這兩個傢伙千古罪人 你有什麼理由可以把他看起來 我看完鐵齒和阿紀曉南 我對和薩這個人很可愛 很喜歡他 你給別人的一種感覺 大哥 這件事是否荒謬 你想想連我已經研究了 這個廉政公署很多年的人 我看完鐵齒和阿紀曉南 其實我都對和薩是有一些同情的 你可想而知 這一齣戲 他對整個歷史的扭曲 以及對這個價值觀的扭曲 有多大 而你看回乾隆的晚年 他也是十分之浩大起功 不斷發起戰爭 所以也是他自己一手 將清朝在頂峰的狀態 拉了下來 接他手的家慶真是陰功 當時他拿15天抄了和薩家之後 其實國父多了一半錢 沒錯 抄了和薩家之後 國父多了一半的錢 但是你抄了和薩一個人 但是整個貪腐的風氣 已經在整個宮廷裡面蔓延了出來 整個社會都是這樣的 多少的官員都是買官回來 都是和薩的黨餘來的 不貪污 你根本上不可能做到官 在當時 所以就算你說家慶他怎樣搞 根本上都沒有辦法力挽狂難 當然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純粹就是不抵得 為什麼影視作品 可以將乾隆和和薩這些人 都可以美化到這樣的程度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你想想就算 人家岳飛那些 秦繪那些 就是貪官 就是奸臣 你又寫到別人這麼壞 喂大哥 和薩你寫到他 你寫到他簡直是一個 很普通的 色騰王世帝開心的人 你完全沒有 在整齣戲裡面 說出他那種可惡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不能接受 和薩甚至乎 連他的兒子 風生恩德 都不拜他爸爸 都打算去大意滅親 你就知道和薩當時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最可惡的是 你TVB的 還要拿多拉夢的聲音 去配合和薩 我真的接受不到 所以 乾隆做了這麼久 皇帝 極有可能 做了太久 所以迷失了自我 如果他早些 瓜佬襯 可能 清朝應該沒有那麼早滅亡 他上位的時候 為了尊重他爺 即是康熙 他就立了一個FLAG 就說 我不可以做皇帝的時間 讓我阿爺長 因為他阿爺做了61年 那糟糕了 誰知道他真是長命 他真正在位的時間 是60年 故意少了一年 其實你看回TVB 可能前幾年 一百年的一齣劇 叫做天命 就是陳展鵬扮的和薩 我覺得這齣劇 其實也有少少美化和薩 但是 我覺得整段歷史 整體來說 還是可以的 因為整齣劇 其實就是講家慶的鐵碗 以及講和薩 其實都值得可憐 那種感覺 總而言之 就是 無論你看些什麼的影視作品 都傾向美化和薩和乾隆 你要知道 這兩個人 其實在你的 即是在真正的歷史裡面 是要讓你看到的那些影視作品 要醜陋一千倍 那你說 因為乾隆 他經歷了四個皇帝 而乾隆 他死之前 他就已經退位了 他做了三年的太上皇 他已經交了皇位給家慶 但是家慶只不過是一個傀儡 不論是家慶住的地方 甚至乎 他寫這個聖子丟的章 其實全部都是要乾隆去確認的 所以其實乾隆根本上是沒有把實權交給家慶 當然了 乾隆其實不是很願意退位 但是因為他一開始就立了一個FLAG 就說不可以做得長過他阿爺 所以他就迫於無路一定要退 乾隆呢 他是89歲才死的 後來有些野屎就說 乾隆喝了一碗湯 然後還毒死了 就說家慶毒死他 這些就不清楚了 我又不是他愛生角羅的人 誰知道什麼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 對的了 送他一程 老了 這個人已經老了 其實在當時 他交皇位給家慶的時候 他是不捨得把他的玉璽交給家慶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有多麼眷戀皇帝的位置 所以乾隆他真正在位的時間 不是60年 而是63年 那你說乾隆就是做這些事情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們了解近代史 一定聽過一場戰爭 就是鴉片戰爭 那爆發鴉片戰爭的時代 就是這個杜光皇帝 即是乾隆的孫 但其實這傢伙 只不過是一個悲歌傻 他背鍋 其實鴉片流入中國的時候 是在更早的時間 而且在乾隆的時期 是最為嚴重的 其實本身中國 已經在乾隆之前 已經有鴉片在這裡 因為鴉片在中國的中醫 用來做藥 已經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唐朝的時候 已經有了 當時有個高僧 叫做儀正 他就是去印度取經 除了取得真經之外 也帶了一些鴉片回去 當時就叫做藥煙 主要就是藥用 去到宋朝的時候 用鴉片煎茶 已經成為士大夫的時尚了 而蘇東波的一首詩裡面 也提過鴉片的一件事 他說道人勸飲雞酥水 童子能煎 鴉肅湯 而這個鴉肅湯 就是用鴉片去煎茶的意思 但是一直都不會說很大問題 因為主要是弱用 所以鴉片去到清朝的時候 還是有兩種主要的作用 或者是用法上面 一種就是把整塊吃 整塊放進肚子裡 就像平時 還未有一些臘丸的 整塊放進肚子裡 就是一些忠誠藥丸 另一種方式 就是跟其他的藥品 一起去煲 去服用 其實這兩種方式 你這樣吃進肚子裡 是不會令到你上癮的 所以其實在清朝的早期 或者是唐朝至清朝年間的鴉片 根本上就不是毒品 但是就是後來荷蘭的人 他就把吸食鴉片的方法 傳了入中國 就是拿一支鴉片煙槍 點著一些鴉片煙在吸 把這種方法傳了入中國 那就糟糕了 這一種吃鴉片煙的毒品 就很快便遍地開花 所以其實在乾隆的父親 雍正時期 他已經看到這個鴉片煙 就是對中國的那種害處是什麼 然後雍正很早就已經下了預置 要禁鴉片 他說哪條牟利 夠膽賣鴉片 就要將它充軍 而你看看 其實中國本地 是沒有人去種鴉片 主要都是靠這個入口 每年入口大概就是300箱左右 你想想全國用300箱 其實就是很少 去到乾隆年間就糟糕了 首先你了解 這個鴉片戰爭前期 其實是一個中英貿易的矛盾導致 英國人其實很喜歡買中國的茶葉 在乾隆年間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 導致到這個英國人 將大量的白銀輸入了中國 當時這個白銀 它是佔這個東印度公司輸入中國總值的90% 英國人就是用這個白銀來換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 你知道其實貴金屬就是白銀 它的產量是有限的 而當時英國的白銀 它是來自美洲的玻璃維亞和墨西哥 將當地的白銀運到中國去進行貿易 因為中國人就是要白銀 所以你只可以拿白銀去交易 你知道的 生意佬 覺得整天浪費這麼多錢去中國買東西 覺得很貴 就想著 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去折省成本 然後就想著跟乾隆談 其實在跟乾隆談之前 在一次機緣巧合下 他發現乾隆的初年的時候 東印度公司就把印度的鴉片偷偷運到廣州 就在廣州開始走私鴉片 每一箱的鴉片煙本來在印度 只可以賣250元的印幣 但是在中國賣一箱竟然可以賣1,600印幣 即是鴉片煙在中國 比在印度要多4-6倍的價錢 而一些走私的東西 乾隆什麼都不知道 而這些鴉片走私貿易 由乾隆的初年開始 最初英國的貨品 其實入口去中國的東西不多 中國的人都不太買這些來老東西 而去到最初的時候 只是佔鴉片一樣東西 即是佔1%左右 而後來去到乾隆末年的時候 鴉片已經佔了英國入口中國貨品的2分之1 即是中國人在英國買的一半都是鴉片 你要知道乾隆的後期 他已經變成一個好大喜功的人 其中有一次就是乾隆去到80歲大壽的時候 這個英國人才第一次派這個市捷 去到清朝去做拜訪 因為之前想著跟乾隆談 但是想著可以走私 沒有人理會 那就免得談 來到乾隆的晚期 那算了 都是出於想進一步做生意的原因 那就去找乾隆談 那麼清朝也是派這個市捷去到清朝拜訪 那麼這個英國的市團也提出 想跟中國建立一個正常的貿易關係 因為當時這個中國就是這個閉關鎖國 希望可以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 而且還帶了很多他們 在工業革命裡面的新式機器送給乾隆 而當時乾隆根本沒有心機聽 那麼他當時最關注的一點就是 蛤?櫻吉列? 什麼了?哪裡來的? 因為在乾隆他的世界觀裡面 清朝的繁淑國其實是沒有這個英吉列的 你知道以前的皇帝都很喜歡那些萬國來朝 以為自己很威風那些 那麼在乾隆的眼中 所有來他國家的人 都是作為一些繁淑國的使者來去拜見他 總之所有來的人 他都希望將他加入繁淑國的名單裡面 那麼後來他就派人家去查一下 即是去查一下 即是去查一下櫻吉列什麼事 那麼在一些北京的傳教士裡 就了解到 這個櫻吉列就是在法蘭西旁邊的 而乾隆呢 當時在他的世界觀裡面 他只是懂法蘭西和意大利的 從來都沒有聽過櫻吉列這個地方 那麼最後乾隆好鬼死看不起別人 那麼還打算立一道聖子給別人 那麼他的聖子現在還放在大英博物館 真是可憐 即是你可以看得出 當時乾隆他的眼界其實很狹窄 他竟然 你想一下 即是你不要說繁繁淑國先 你即是 好像我們現在現代國家來講 你都沒有理由說你要出一道聖子給其他國家 即是你這件事首先是很無禮 對嗎 那麼他而且是很羞辱別人對方的那些市節團 那就是很著名的 你一定聽過那一段 就是他要求那些市節要雙室貴地地向他行禮 而當時那些英國時節就算見到女王 英女王 他都是單室貴地 他都不需要說雙室貴 而乾隆他竟然要求人要行三貴九寇之禮 所以在禮儀上面 雙方是談不上 而乾隆也都根本不重視英國帶來的那些新的產品 他都覺得要不在那裡買 在法蘭西和意大利都很多人送過來 而其實很早乾隆他已經接觸了很多西方的工業革命的機器 或者是新旗玩意 但在他的思想裏 他是沒有重視過這件事 他也沒有想著 喂 人家為什麼可以起到這些東西 那你想一下你作為一個皇帝 你是不是想一下 喂 我們也要自己起 他想不到 他沒有想著起 覺得別人送過來就是 他完全沒有這個危機意識 他也沒有重視過 怎樣去推進現代化 這件事 也沒有想著跟上西方的這種節奏 那你說這條老坑 他不是老懵懂是什麼 而在這個時刻 他也慢慢發現鴉片煙的危害 而你要知道 這個時候 乾隆他要下禁令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用 為什麼 因為他身邊的那個大臣是誰 和生 而和生 包括他自己 和他下面的一些官員 全部都是受賄的 和貪污的人 所以就算乾隆他出了禁令 在當時的廣州道台 都是有禁鴉片的 但你要知道廣州道台 也是自己吃鴉片的 所以當時很多的海關 和很多的官員 他們在私底下有很多游泳 因為 禁鴉片這件事 他們反而可以在走私那裡 獲得更加大的利益 所以由乾隆的晚年開始 整個清朝的這個國勢 已經慢慢走下波路 那你想想 你把這些爛灘子交給家慶 他厲害了 就是幫你把和生 然後就多了一半國富 但是清朝末落 已經成為既定的事實 所以拜託你賴這個鴉片戰爭 你不要賴杜光 真的很可憐 關他鬼事 如果不是他爺爺 在一件垃圾的話 他也不用這麼慘 所以你說乾隆他一生人做過什麼 就是拜他父親和爺的家產 去到後期也都令到整個家族 走向這個衰亡 那你說他不是一件垃圾 不是一個糟糕 他是什麼 然後他還好意思 叫自己做十全老人 真是你老母 他說他打過十次仗 他要通過更加多的戰爭手段 令到繁淑國去進貢給他 所以無論是英吉列也好 或者是其他一些所謂的外國的列強 來到他都當別人是一些繁淑國 還有他關注的點就是 這個國我們什麼時候可以令到他變成繁淑國 而根本就不在乎任何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乾隆這個人 由他下江南六次 然後勞民相財 再到他晚年 再到他重恨和身 令到這個整個國家走向衰亡 我看不到他有一點的功績 他所謂的太平盛勢 根本就不關他事 而他為我們日後人民的苦難 埋下一個定時炸彈的人 就是他 那你說他不是一個糟糕 那他是什麼 今集就講到這裡 我是陳老師 有空沒事 講一下歷史 我們下集再見 作詢是199組 我們下集再見